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认可整容过 是吗 整容 全告 我姓里面好像没有提到这个吧 我们这边主要是就是他说突击 我们这个突击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个词是个别人索性的词 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 有人不主张是吧 这个什么时候提交的 前天提交了一份吧 昨天晚上也提交了一份 为什么你到昨天才交 交代你们的事情你得提前完成 我法官得看 对方也得看 主要是我跟法律医师太淡薄了 你发帖子的时候是淡薄 诉讼了还说是淡薄 你每次淡薄你不长进有什么用的 确实 确实的意思了错误了 有吗 费告 有 是这样的 拆刀主要是指杨幣对于刘诗诗和那个唐妍演戏的时候去抢一些角色 杨幣这身上的唐妍是中国的好闺蜜 意思是抢了唐妍跟刘诗诗的那个角色是吗 对 并且结婚不请他们 结婚不请他们是吗 对 杨幣这边说一下关于这个什么水军营销这个 杨幣女士的粉丝或者是用户自发的行为 证据二是杨幣在节目上面在组织节目上面 自己听过出来是有自己扎戏这个情况 杨幣你这边主张说他那个说他扎戏这个东西了是吗 就扎戏这个东西有吗 我扎戏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扎戏这个没有是吗 我那边没有写他说什么扎戏 我没有提这个呀 杨幣打脸公布离婚 公房卖人设 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你这边说打脸公布是什么意思呀 女人到这里一直以婚姻生活幸福等这些 作为她的商业人士进去购买 但是之后又立刻宣布了离婚 她以前一贯的公众倾向和事实是不一提的 但不要说打脸公布 更不要说疯狂卖人设 这边卖不卖人设没有什么官司 我是觉得公众人物 你都有一些事实 有些行为出出来了 你不能说我老百姓 我就什么都不能说 明白吗 但是呢 这个说是要有信 是有编写的 我来评价这个东西 明白吗 也要一股脑 我觉得什么都是 我觉得什么话都不能说了 你自己把它捋清楚 她在公布离婚 是不是之前她不承认离婚 后面又突然说又离婚 这种事有没有存在 这个涉嫌偷税漏税 这个有没有相关的 有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调查 关于偷税漏税的调查 这个我不清楚 我不是不清楚 我可以去核实一下 我可以核实一下 好的 你再核实吧 你主张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肯定认定是虚假 税漏税 你就是被有关怀疑 我就调查 我们这些东西 也是不难理解 我不觉得我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这么问的 可能你们没有去了解 你现在说你完全不清楚 你要不然跟他们那个公司的人 好好问问 这个我现在提上没法给您核实 我得停下之后再给他们打电话 核实有没有人来 下班之前给我答复